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年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綜穎 我是主持人 郭忠 今天特別單元 通資被休克 會被休克 不會啦 為什麼 很多人看這個議題 好緊張 台股五窮六絕七 散掉 是不是真的 每個產物最怕的是五月 現在看起來五月好像蠻準的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真的 因為疫情關係 是不是真的 五到七月要選什麼類股 才會最標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沒關係 我們今天請來三位帥哥來賓 幫我分析 來分析 第一位 Paul許南 來 鍾坤真分析師 好不好 第二位 來 好 我們第二位 林玉凱分析師 凱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表達好 最近減肥有在努力減肥的分析師 有嗎 最近在劫石 所以常常要劫師 你是勝劫石還是 劫石臉 劫師臉 我知道你是哪邊 好好好 好冷 好冷 好 大家來 第三位 我們今天朱江澤 最古怪的 古怪 教授 謝陳彥 謝教授 奇怪我覺得 我來了幾次節目以後 你越來越瘦耶 是不是 什麼啊 受我的折磨的影響 怎麼臉越來越小了 是是 怎麼會這樣 是是 沒有 其實我最近變胖了 折磨 我最近很難過 我最近是變胖了 所以你常常跑步還是變胖 是 好 那我們首先先請 陳彥哥來幫大家講 五到七月要選什麼類股才會最標 對啊 到底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五窮六決七上吊 是不是真的 還是你要先 給我們賣個關子 沒關係 好 五窮六決七上吊 八 為什麼沒有 八就是在轉胎 在那個 在投胎轉視 散掉了嗎 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真的嗎 我害我對不對 你應該是 你主持人有時候有沒有 要給來賓一點面子 這個原因 對不對 你應該說 我說五窮六決七上吊 我說八怎麼沒有 那就說 然後呢 這樣子 我哏才能講啊 這是肉依的角色 結果你直接把哏講出來了 結果害我有點尷尬 我突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 對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沒錯啦 你講的是對的 因為五窮六決七上吊 他都上吊了 八還有什麼好談的 難怪認住 對 對 我就 欸 欸 我們節目都沒在亂 都沒什麼 所以你看我們兩隻 兩個就是這樣 兩隻越結越深了 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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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我覺得當然有幾個點 影響了五窮六決 包括第一個繳稅 是啊 想到繳稅就不開心 譬如說你看哲哲 他這麼多股票啊 他大戶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繳稅 我隨便舉例 不行不行 好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大戶 你要繳稅 是不是賣股票 股市漲上來賣股票繳稅 這最好的 不用動用到自己的錢 那請問一下大戶 一賣股票是不是會有壓力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五月中是不是第一季的財報 是 第一季的財報 如果我們這樣看來看去 是不是最亮眼 是 那請問一下 第二季財報還能更好嗎 如果不行 為什麼不現在 第一季跟第四季最好了 把股票賣一賣就好 所以電子股的淡季的效應來了 那我們大部分都做電子股嘛 好像以前我們都沒有聽過 什麼鋼鐵人 什麼造子人 什麼十八銅人 什麼輪胎人 什麼人都沒聽過 航海玩都沒聽過 根本沒聽過 現在還腳踏兩條船 是不是 所以過去 這樣腳踏兩條船是對的選項 對真的是 如果股票裡面 腳踏兩條船 對對對 所以現階段 這個電子股的效應 一直以來就影響著我們 五窮六絕七散掉 好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個 看幾個數字 好 我要證明這句話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 下面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把 台股過去35年來 1到12月份 不得了的 看這裡 你看 5月份 平均來講是跌的 6月也是跌的 五窮六絕 可是很奇怪 7是漲的 死貓跳 不是說上吊嗎 對 沒錯 因為5月6月賣掉以後 7月一展 他就氣到去上吊 你是這樣嗎 才是下跌上吊 你都做 你好你好做過 對啊 你蠻熟練的 你道具 你蠻熟練的 不要這樣子 領神吧 來來道具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這個動作 請募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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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行 屬次有練過 對對對 來來 我幫你 幫你 好 這個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 不是還要踢開啊 不是那個 引誡 不是要引誡人嗎 不是還要引誡要踢開啊 那不是以後 那個 武士自殺要 要 要挫戒嗎 沒有啦 那就不用再 這個就不用再這個了 哪那麼麻煩 對不對 我是說我是幫你那個的 引誠的 所以 所以你看 但是我跟各位講 7月7到 賣到最低點 但是我跟各位講 哲哲不好意思 你擋到 我覺得更可怕的其實是在10月 大家一直在擔心 五穷六絕 反而有種警覺心嘛 所以說這個10月 哎 反而很可怕 所以不是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Sale in October Go away 對不對 好 是不是 我好像今天要改了 英文不錯 我只會說單字October 好 我們往 但我給各位看 這中間的一個美感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它了解清楚 我們往下看 對 好 一二三四 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大部分都是上場 這個很順 我們一月到現在 我們的何時必修科 也帶各位一路 這個賺飽飽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看到五月 來往下看到五月 好 你注意看哦 五月其實漲有漲哦 漲十五次哦 是 不是全部都跌哦 所以一月份 一到四月真的蠻好做的 真的很好做 再看一次 一到四月 漲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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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一到四月錯過怎麼辦 來那個繩子接一下 一到四月錯過怎麼辦 來 再一次 錯過 一到四月錯過怎麼辦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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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好不好 那個小編 製作人幫我們 這個景宇 那景宇一定要下好 這個 輸出的練過 不要亂用 請問隨便模仿 沒有啦 那 看 節目效果 五六七八 但你看五六七 其實都是上漲次數 五六月確實上漲次數比較少 下跌次數比較多 那你看到七月份好像有一個回光返照的感覺 那到了八月以後又回到了下跌比較多 出現一個跌點 對 這邊怎麼正一% 好像我們剛剛討論一下 對 那2015年的時候那時候好像政府就 你如果 政府大的話 你的分母是不是比較大 對對對 所以這個六十八的點數放到分子的時候 這麼一除下來 其實後面的小數點太小了 有有有 基本上的感覺就會變成 對對對 那時候我記得2015年就政府就大概 一個月就一兩千點了 就大概兩千點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點數 點數啦 點數啦 很明顯讓你看到點數的變化 對 好我們看到第四季喔 這個因為我們節目要先告訴大家 我們不能說每次就是說 人家在 大家在講五窮六局 我們就跟著講五窮六局 我們先提醒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看下一張齁 哲哲你注意看齁 10月在跌啊 10月很奇怪齁 漲20次喔 跌14次喔 我懂喔 可是總計卷跌了144跌 大多都是漲的 可是只要跌的話就要你命啊 欸 沒錯 要你命 這個跟 外面的 那個算資產性騷擾啦 對 還有 對你的微笑跟對我們那個其他 其他的同仁的那個標準不太一樣嗎 有句話叫 人 醜性騷擾 人帥真好 喔 欸 這個是差別 這個是誰 所以我 第一個我沒有騷擾他 第二個你不要以為你自己帥 是 越來越生氣 好我特別 所以我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我覺得五窮六角七上吊這件事情 不要太放在心上 對 因為基本上其實 上漲的次數還是有的 而且相對的多 其實並不會沒有我們想的那麼 那麼少 對 但是反而我覺得接下來如果五窮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沒有出現市場沒有出現什麼大幅變化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更要去思考的是 接下來九月跟十月 這個我要提 而且我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訊息 葉倫也有站出來講 美國的政府的債務 政府支出的問題 可能又要達到上限 時間點又是在九月十月 還有喔 還有最近不是那個非農就業人口 欸 新增不是不如預期嗎 10月也要上華 對沒錯 還上升還上升 為什麼就是因為那個救濟金太多了 那救濟金到什麼時候 到九月份 欸 那九月領完以後怎麼辦 十月怎麼辦 就工作啦 啊工作以後可能就會討論 進行數字就很好了嘛 那數據很好以後就會減少QE啦 欸 那我就可以升息了嘛 欸 啊你們都 都有討論了嘛 不會那麼快升息啦 可是會減少QE啊 欸 九月十月 喔 所以我們在這裡喔 先預告喔 到時候 製作人要記得喔 這一段要剪起來 到時候 我來上節目的時候 對 十月份的時候 欸 所以這個不是 你跟各位講這一條 你們是用錯了 他其實是拿來 這不錯 這搞不錯 我喜歡 你不要搞錯嘛 這個其實是這樣子用的 我幫你答幾點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 這個點很重要 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記起來 這邊一定要做筆記 所以不是五月喔 是九月十月喔 當然更重要 如果我們的投資批修課 就到這邊 那就沒什麼意思喔 對 但我們幫各位成員 如果到時候講錯了 這個就是拿來給你刪掉了 講錯 記得那個月不要放我通道 好好記得喔 那 最近十年 每次到第二季 表現好的類伍 好 反正結論就是五六月 其實是不好做的月份 可是九十月更不好做 對 但是我覺得五六月喔 雖然不好做 但是相對來講 不用那麼擔心啊 好好好 你景氣好的時候 你還是有好的族群可以做 那統計過 去年剛好是五月剛好 是大長長的行情嗎 那這十年來 五月份喔 表現比較好的 通常落在什麼 欸我這個 手怎麼樣都對不到那個食品 沒關係 你手太長了 你就把它麻掉就好啦 你可不可以 這樣這樣 你可不可以 手指頭就可以了 用手指頭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手指頭不錯 手短就有這個好處了喔 好煩喔 食品跟汽車喔 食品跟汽車 蛇型雕手 基本上喔 這兩個是現階段來講 過去十年來講 第二季漲幅表現 通常是好的 所以是最好的 不是電子零組件 是食品跟汽車喔 對 季月放寒假了 要吃自己餅乾了 放暑假了 而且 天氣熱大家不想出去 吃飯的時候 鮮食類的 比如說7分啊 涼麵啊 汽車什麼啊 汽車 過年賺了錢了 股市大漲賺錢了 開始買車了 基本上 過去十年來 如果有這樣的數據 一定有它的邏輯 絕對有它的邏輯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食品類 我幫各位整理了一下 暑假初有買車子 基本上 我兩個重點 因為有時候 這麼多股票 你要看得很細很困難 第一個我覺得殖利率保護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對 尤其是傳統產業 對 你一定要穩定獲利 它不是電子股什麼 準備暑假 第二季還沒到暑假 好 你說殖利率那麼高 所以你要選聯華 沒有 我不是看殖利率排行 但是我至少 殖利率要4%以上 對 只要有4%以上 我覺得OK 再來第二個 本益比要低 這的確是殖利率排行啊 對 所以你心中不是用殖利率來排行 我用殖利率排完 因為我要4%以上 所以我一定要排序 但是我不是選最高的 這裡面呢 我挑了兩個給各位看 一個是大成 1210 大家知道 上中下游 基本上它都掌握著 對 那你看喔 誒 誒誒你看 它的線圖 從3月4月5月 已經開始在醞釀了 重點是 夜線都沒有破 對 持續你看 月線沒破 尤其是前幾個禮拜 台股不是大震盪嗎 是 誒它既然還是很穩定的 就在這一個小幅的區間化 是 所以表示已經在醞釀了 法人也 最下面的法人也 開始在投資 注意最重要的重點 誒 五六七的這個爆發力還沒出來 他第一季已經賺一塊了 是 那如果全年4塊錢來講 本益比真的是夠低 是是 那我們再往下看 蓮華食品 最近它不論是 在零食的部分 還有在鮮食的部分 你看第一季也賺了一塊錢 營收年增率第一季超過11.80 你看 最近 股價開始動了 股價開始動了 尤其是法人也開始佈局 所以蓮華食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但我看折折都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我趕快切到下面的汽車類 美方視頻 對食物還好 最近潛肥 有沒有 好 有啦 你看這法人買蠻多 這裡面我覺得景氣上 有一個東西非常重要 商用車 商用車 其實今年一定會賣得很好 所以你看中華 為什麼 商用車 貨卡 貨卡 就是 你要走路 還是賺錢 要做生理 都可以用嗎 值率很好 分比還變低 那你說有賺錢嗎 你有殖利這麼好 那詠欣做什麼的啊 好 詠欣做什麼 我不知道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對對對 因為他沒有要講這個 我準備的是范德啦 對對對 Posh Posh 不要問你 那Posh不需要問你 Posh你下一位就可以 Posh來 Posh好開嗎 好開 我最近 使用者 哎呀 好 你不是說 你跟我在講不是一樣啊 你說Posh 凱燕你覺得開不習慣啊 要換含電動的啊 要換電動 台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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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肯喔 要換電動的喔 成電動的喔 他準備就完 真的要換嗎 沒有沒有 保時捷然後你用做敞篷的啦 是 我覺得不錯 對真的真的 保時捷一定要敞篷 為什麼 而且要戴墨鏡 然後頭髮讓他吹亂 欸欸欸欸 我是這樣不錯 我也覺得這種打算不錯 然後旁邊一定要做一個比基尼美 就是要這樣子 有有他有 收筆記裡面很奇怪欸 我覺得慘篷不錯 真的真的 下一台就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喔 好 你看中 剛才我講說 商用車對不對 你看第一季賺多少錢 1.49 對 很可怕 如果全年度如果能夠賺到六塊的話 這個本運比 會不會太低了 所以你看喔 他三月底的時候 已經開始股價已經開始充斥了 你看有沒有 那連續兩個啪啪掌停板喔 其實你在預告接下來 一定要趴趴兩個字嗎 你不要亂趴趴 趴趴 趴 鼓掌 掌聲 好 那再來呢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是 范德詠葉喔 為什麼 這個潛力很大 其實我最近跟這個 他們的業代聊天啊 發現說 現在看車的人是越來越多 而且股市這麼好 整個汽車的銷售水漲船高 那你看他第一季賺多少錢 4.9 不知道誰跟我講的 他說B&W 其實我也有看到啦 B&W跟Poge的 那個接待 都選帥哥美女 我跟你講 都選美女啦 重點就是他的美女 對 所以有機會 而且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一定要買范德詠葉 基本上你買了范德詠葉的股票以後 你經過舊中路的時候 你車子停下來以後 你開門直接走進去 你就跟他講 老闆要喝咖啡 船捷 然後你就直接走到二樓 然後就點拿鐵 這樣就對了 然後他說 請問你哪位 所以你買車子 是為了喝咖啡是不是 不是 買股票 買范德詠葉的股票 就是為了喝咖啡 可以這樣子嗎 不行嗎 買了以後就變股東啊 對不對 這扯遠了啦 真的啦 QY EPS 4.9元 當然你注意看喔 4月底 可是有人這樣說啊 注意看4月底 注意看4月底 你看法人的買盤 是不是進來了 今天錄太久了啦 對對對 就這樣子 可是這個有風險 我風險說有人說 他這個 這個經銷山如果被取消資格怎麼辦 他以前其實代理非常多車子耶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啦 因為畢竟他在台灣 他的銷售能力非常的強 實際上就算取消資格 拉進來以後 他們也會用合作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不用太過擔心 好 好 最後來 沒了喔 所以最後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次自然股票 你選的你最喜歡的 大臣嘛還有什麼 年華石嘛 中華跟泛德 那所以講那麼多 大家應該知道 我是選中華 是嗎 你是要逃難的喔 對 我是要逃難的 因為我怕10月沒有大典 開邊當的逃難太明顯 開貨卡比較好 我選那個啦 年華石啦 年華石品法人在買啦 好不好 來帥哥你選什麼 年華石我覺得說他 以歷年的配型來講都算穩定啦 他也是一檔穩穩的食品股 來 我選泛德 Posh男不選Posh啦 對啊 準備要買Posh的才選啦 我選泛德 得不到最好 對 我覺得我很認同剛剛教授講的 因為他買B&W 他是B&W 因為其實 當然是希望旁邊做的比基尼嘛 因為你買中華的話 只能做比丘尼嘛 不是啊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 跑蛋 跑蛋然後跑蛋 超賭啊 Lulu願意穿比基尼嗎 不願意嘛 沒有啦 沒事 這是我們 私密室啊 所以你 你B&W這個 B&W 對 所以就泛德有業 肉依呢 因為剛剛講的比丘尼 但我想要選中華欸 你現在選中華 是不是 比丘尼來了 是不是 比丘尼 中華 好不好 這我已經要中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節目很精彩 每次可以節目來就開始 失控了 對啊 好 所以我們今天 投資幣修課 今天我們的投資幣修課 非常精彩 好不好 台股五球熱情 五球熱情七三六 是不是真的 看起來五球熱情七三六 有一點點 可是最危險的是十月 可是十月反而是這個轉折的月份 好不好 所以五到七月要選什麼類股 才會最標 都告訴你囉 其實我們今天 反而告訴你 是汽車跟食品類股 這節目很精彩 歡迎同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我們每週一三五晚間八點 會準時上線我們的證片 那這個 我們這個叫服務正業片 沒有啦 開玩笑叫必修課 特別單元 特別單元叫二四一 隔天的公眾日 中午 中午 在十二點之前 我可以上一堂課 是跟大家講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還有留言喔 沒錯 謝謝你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這個垃圾 射整的空軍 真正比我更需要戴墨鏡的 來看一下正帳的 衝瘋迷人 何以成為傳統 子吳一湯岩 經典是娟傭傑嗎 原俠 puesto 飛行軍隊 很八 Foot 滴脾氣 3 Full 所以等著女生交到錢 她沒有賣球的站 她不會因為等 女生轉角 她有一點點 她有降伏在她的水 她不會過激 對 她不是那種 女生的味道 她會有點封股的降伏 她今天太多久了 這樣 她就這樣 我們每天一三晚 今天八點 所以她有時候 我走過 對 她還是什麼啊 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炫富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講錯了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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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餐生 學會 很幾乎 你 今天 今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